在战国后期的七雄中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统一天下的机会 秦国并不是实力最强的国家 然而最终却由秦始皇 以弃吞千里之势横扫六合 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这就引起了人们的思考 为什么在战国七雄中 是秦国担起了历史的重任 完成了统一的使命 这是历史的必然 还是意识的偶然 敬请关注王力群读史记秦始皇旨 六世渔猎 在上一集节目中 王力群老师讲到 秦王嬴政之所以能够 仅用十年时间就拿下六国 这不仅得益于他身边的文臣武将 还得益于他的识人之名 和用人之才 在秦国内部 秦王嬴政组织了一个文武齐全 搭配得当相互配合的超强队伍 所以才能够在灭六国之战中 功无不克战无不胜 然而仅仅有这些因素 秦王嬴政就能够吞并天下 独霸九州吗 事实上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我们还得从秦国的历史上 去探究它的原因 为什么在战国七小中 秦国能够统一天下 秦的统一是历史的选择 还是另有他因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做客百家讲台 为您精彩讲述 王立群独史记 秦始皇之 六世余烈 秦始皇只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就把六国全部摆平 把天下统一了 所以所有的历史书 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都在强调 由秦统一中国 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但是所有的教材 都回避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说 为什么秦统一中国 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呢 这个问题没有人回答 我想讲讲这个问题 我先解释一下 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所谓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就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向 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这个大趋势 包括两个层面 一个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另一个是历史发展的偶然性 秦统一天下 是历史的必然性 它有双层含义 第一 七代明君 第二 代代仲裁 这两点构成了 秦统一天下的必然性 什么意思呢 是从秦孝公到秦王嬴政 一共是七代国君 秦国七代国君没有一个昏君雍主 所以我们称之为七代兵君 这很不容易 再一个 代代仲裁 七代国君没有一代国君不重用贤裁 这也是很不简单的 所以我们说秦统一中国 它是有它的必然性 这个必然性是由这两个因素决定的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将谈栏文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问题上 有人认为这是历史史的 把统一的任务交给了秦国 但王立群老师认为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偶然 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为秦始皇继承了祖辈的基业 最终完成了统一的使命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在秦始皇之前 他的先祖们都做了什么工作呢 让我们先追逐一下秦国的历史 秦国从立国到秦王嬴政执政期间 一共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三十多位君王 而对统一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 就是秦国的最后七代国君 他们分别是秦孝公 秦桧文王 秦母王 秦昭襄王 秦孝文王 秦庄襄王 秦王嬴政 那么这几代国君都做了些什么呢 他们对秦统一六国各自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我们先讲 秦国的七代国君 干了些什么 第一位 秦孝公 孝公时期所面临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 变法图强 当时秦国并不是七国中间的强国 秦要统一 必须让自身强大 无论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或者一个人 最重要的第一件事 就是使自身足够的强大起来 这是打破困境的唯一出路 秦国自身不强大 你何谈统一天下呢 孝公就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 通过商鞅变法 使秦国迅速截起 完成了他这一代国君 所应当承担的历史使命 第二代国君 秦惠文王 惠文王时期 条件变了 历史使命也改变了 孝公变法以后秦国变强了 秦国一强 其他六国得了红眼病了 因为六国不能看着秦国强大 这样六国的有势之势 就要想个办法 怎么样来对付强大的秦国呢 合纵 合纵就是联合 联合六国把秦国给弱了 给灭了 秦国不就完了吗 所以 惠文王时期所面临的历史使命 是怎么样打破六国的合纵 这个历史使命 惠文王成了 他用什么办法来完成呢 连横 我用连横破你的合纵 这是第二代国君 第三代国君 秦武王 秦武王在位的时间非常短 只有三年 因为举重 砸死了 他死了以后 而且没有儿子 因为他太年轻了 还没有来得及娶妻生子 就砸死了 在位只有三年 他是明君吗 他能有作为吗 秦武王这三年还真了不得 秦武王有一句名言 他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寡人 与荣车通三川奎州市 死不恨已 他说我想坐着车 到达三川之地 三川就现在洛阳这一代 奎州市 看一看周天子的王成 死了 不遗憾 这是秦武王 武王时期 秦国已经比较强大了 那么武王时期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 是抓住历史时机 东进中原 因为秦国是在西方 公元前 三百一十一年 年轻的秦武王派他的所成像甘茂 率领军队去攻打韩国的重镇 易扬 易扬在哪呢 易扬在今天河南 洛阳西边四十公里处 他是陕西通往河南的一个 唯一的一个通道 两边是崇山峻岭 中间是一线山路 非常狭窄 是个军事重镇 要打易扬 易扬是韩国的 派甘茂去打 甘茂说要打易扬 必须联合魏国 然后秦武王就派了甘茂 带了一个副使 出使魏国 到达了魏国一谈 成功了 魏国同意跟秦国联手 然后让秦国把这个易扬给打下来 打通了易扬 秦国才能兵出寒谷关 否则就出不了寒谷关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之地 甘茂 是一个很有才的人 甘茂 出使魏国成功回来的路上 他给他的副使说 他说你回去 告诉咱们的秦王 就说 第一 魏国同意给咱们联手了 第二 你还说 虽然同意联手了 但是这个仗不能打 你只要这样说了 将来所有的功劳 都记在你的功劳簿上 他的副使不知道什么原因 回去就给秦武王说了 武王一听就很奇怪 打易扬要联合魏国 现在魏国同意联合 你说不能打 为什么 召见甘茂 甘茂讲了三件事 这三件事一说 秦王明白了 第一件事 叫增身杀人 大家知道增身是中国古代 非常有名的一个贤人 他在废地居住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一个个 增身同姓名的人 也叫增身 结果这个增身杀了人 杀了人以后 就有人去给 为杀人的增身的母亲 报信了 说增身杀人 他母亲当然知道 他自己的儿子不会杀人 在那个织布机上 哐哐哐哐照样织布 停了一会第二个人来报告 增身杀人了 他母亲还在那 哐哐哐哐哐 织布不动 等了一会第三个人来报告 说增身杀人了 他母亲把织布机一扔 爬墙翻墙就逃了 甘茂把这个事 讲给秦王听了 他说增身是个贤者 增身的母亲是最了解自己儿子的人 还隔不住 三个人一说 他母亲吓了就逃了 我是一个不是秦国人 我来到秦国帮你们打天下 我要去打天下 你想想 一定会有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 如果我去打异扬 有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 我既没有增身之嫌 你也不可能像增身的母亲那样 那么信任我 我去打异扬 那还能打得下来吗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张仪无功 慧王时期有一个张仪 张仪最重要的 我们讲过他的合纵 张仪立了很大的功 但是没有人说张仪立了功 都把这个功劳说在是秦惠文王的身上 所以臣子立功不算功 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文侯烧信 魏国的开国之军 魏文侯 派了一个大将 叫岳阳 去攻打中山国 这个打中山国 打了三年把中山国给灭了 灭了中山国以后 岳阳很得意 打了胜仗灭了一个国 岳阳回来了 高兴了不得了 他觉得他自己立了这么大的功 可该受赏了吧 结果一见魏文侯 魏文侯给他搬出来一个大筐 这一筐全是这三年中间 其他大臣告岳阳状的告状信 这告状信堆了一大筐 叫岳阳看 岳阳一看 这么多告状信 魏文侯都不告诉他 压着不放 还支持他 打了三年把中山国给灭了 看了这么一大筐的告状信 岳阳才明白 这个功劳 不仅仅是自己的 所以岳阳就立即跪倒在地 说了两句话 此非臣之功业 主君之利 这不是我的功劳 这是主功 主君对我的信任 在那个制度之下 如果得不到领导的信任 你能干成点什么 你什么也干不成 讲完这三点 干冒说 你说我敢去打一阳吗 我一阳我一年能打下来吗 我要打不下来 有多少人给背后说我的坏话 像说增身杀人一样 像告岳阳一样 那我还能活吗 这个魏国虽然同意联合了 但这个当 死活我不能打 这一说 这个年轻的秦王明白了 他这样吧 咱们俩定个盟阅 这个盟阅就说 你去替我打一阳 我对你是绝对信任 谁告状我也不听 咱俩先签个合同 合同签好 我再打仗 干冒说可以 咱俩先立个合同 两个人合同书列好 然后干冒去打了 结果打了五个月 没有打下来 秦武王收到一大批告状信 秦武王动摇了 要求干冒撤兵 干冒就回了封信 说咱俩签的合同还算数吗 秦武王一听这个话 继续给他增兵 果然最后 干冒把韩国军事要地重镇 一样给拿下来了 杀了六万韩军 打开了韩国的西大门 拿下了一扬 秦国的军队可以兵出韩国关 直达洛阳 你看 这个举重而死的秦武王 只活了三年 还没来得及结婚生子 他都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你说最后秦始皇统一中国 他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他前面六代国军 都在做贡献 人家就在位三年 还做了很大的贡献 拿了个异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将韩兰 四位国君 昭襄王 昭襄王当然功劳更大 在位56年 把大儿子都熬死了 是吧 是那么一个长寿的国君 昭襄王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 昭襄王是其秦国一战压倒优势了 昭襄王的历史使命是继续东进 摧垮六国的主力 为最后统一奠定基础 昭襄王在位56年 先用魏燃为相 后用范居为相 重用白起 白起不负重托 一缺一战 大败韩卫联军 斩首24万 长平一战 大败赵军 活埋45万 秦国统一 一共杀了100多万 经白起一个人之手 杀了90多万 昭襄王 连续不断的用兵 基本上摧毁了六国的生力军 为最后秦王嬴政统一天下奠定的基础 而且昭襄王时期如果听了白起的话 就有可能把赵国当时就灭了 拖延了几个月 邯郸之战没有打赢 我们前面讲过这个事情 所以昭襄王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第五位 秦孝文王 这个就不好说了 在位三天死了 既无功也无过 我们骨雀也称之为民军吧 第六位 庄襄王 就是那个义人 我们前面讲生物之民的时候 讲那个义人 他在位也只有三年 时间也很短 但这个庄襄王 像秦武王一样 在位短短三年干了两件大事 第一 重用吕不韦 夺了一块地方 建那个东郡 这个东郡非常重要 东郡是连接齐国 切断了六国南北合纵的通道 这是一大贡献 再一个 庄襄王利用 利用这个赵国给燕国之战的矛盾 占领了赵国三十七成 进一步的削弱了赵国 所以这个义人 虽然只有在位三年 他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第七位 嬴政 嬴政这个时期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 是不失时期的发动 对六国的统一战争 所以嬴政继位以后 很快就定下来发动统一战争 十年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在整个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可以看出来 秦代的七位国军 没有一位 没有一位犯过大的错误 七代国军都有强烈的使命感 七代国军都完成了自己肩负的历史 重任 这是很不简单的 我们说的不简单 是因为这七位国军可不是有意挑的 这七位国军根据秦国的制度 他有的是赴死子继 有的是胸中帝脊 他有两种继承制度 比如说昭湘王 昭湘王怎么继位的 昭湘王是因为秦武王举重给砸死了 然后在他的兄弟们中间来选 结果是因为太后和魏燃 两个人联手把他给推上来了 他当时正在燕国做人质 对于他来说 完全是个偶然性的当了国军 他做国军之后很偶然的 那么他一当上国军 他是特别能活的一个人 一当上国军就做了56年 大儿子在国外做人质 凹死了 然后停了两年 他的次子安国军继位 安国军继位纯属偶然 他哥要不死能轮到他吗 没他的戏 他哥死了 活不过他 他继位了 他继位纯粹是个偶然 他继位三天 他又死了 然后这才是义人 也就是庄襄王继位 庄襄王继位 也是偶然 庄襄王如果不是履不为包装 他连安国军的弟子就当不上 你看看这些国军 七代国军 几乎每一个当上国军的人都是非常偶然的得了 要么是哥死了 要么是爹死了早 是吧 要么是谁看中他 把他包装一下 没有一个是必然的 都是非常意外的当上了 但是在这所有的意外当上国军的人中间 没有一个是昏的 都是明军 这很了不得 这很了不得 西汉初年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 政治家叫贾义 贾义写过《过勤论》上中下三篇非常有名 凡是上过中学的都读过《过勤论》上 《过勤论》的上篇中间 贾义写过一句名言 说秦王嬴政奋六世之渔猎 什么叫六世之渔猎 什么叫奋六世之渔猎 是继承了他前面的六代国军的工业 那个列就是工业 到他这一代 七代 七代国军连续不断的努力 最终才得以统一天下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代代明军 这可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 第二点 代代用财 这七代国军是明军 而这七代国军都重用了人才 这人才还都不是一般的人才 我们说秦孝宫 秦孝宫用了谁了 用了为人商鞅 商鞅是个人家 他重用了他 然后是秦孝宫王 秦孝宫我们刚才讲过甘茂 甘茂打异扬 甘茂是哪国人呢 甘茂是楚国人 秦孝宫中用了他 赵襄孝宫中用了贵国人犯居 又是用了一个引进的人才 孝宫王咱不说了就三天 咱不说他吧 庄襄王 庄襄王重用了魏人吕不韦 这魏国虽然很小 很早都被灭了 魏国出了两个顶尖的人才 一个是商鞅 一个是吕不韦 很不容易的 嬴政 嬴政重用了楚人李斯 你看这七代国君 两个魏国人 一个商鞅 一个吕不韦 两个楚国人 一个甘茂 一个李斯 还有一个韩赵魏的那个魏 那个魏国人 范居 七代国君 不但自己是明君 而且都用了当时顶级的人才 这让我们看起来太了不起了 这些因素叠加到一块 就形成秦国统一天下的历史必然性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谈栏文 当我们分析了秦国最后统一六国的各种因素后 我们会发现 秦国再强大也只是一个国家 而六国的土地 六国的人口 六国的人才 都挤备于秦 无论如何 六国也不可能都被秦国吞掉 但是事实上 这种不可能还是发生了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六国为什么会灭亡呢 晚唐世人杜牧在阿旁公赋里曾经给出过一个惊人的答案 他认为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那么杜牧的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道理 秦国能够统一六国和六国本身有没有关系 王立群老师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秦统一天下的偶然性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 六国犯错误 第二个 秦国的偶然性 六国犯错误 韩赵魏 燕楚齐 六国犯的错误 恰恰是帮了秦国的忙 就像两个打平方球一样的 我这个球虽然打得不好 但世界冠军给我打的时候 他老犯规 他老出错 那我不就当了世界冠军了吗 六国犯错误 就反过来帮了秦国的忙 那么六国犯的什么错呢 第一 三家分禁 我们专门用一集讲三家分禁 三家分禁给秦统一中国的关系太密切了 那个秦国是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 韩赵魏三国从他分出来 分出来了韩赵魏都十分了得 如果韩赵魏合成一国 挡在秦国的中间 秦国就不可能兵出韩古冠 根本就不可能有秦皇统一天下 那压根就不可能的事 统一天下的很可能是禁 公元前四五三年 韩赵魏三家分禁 公元前四零三年 周天子正式承认 韩赵魏是三个诸后 分裂了 韩赵魏这一分给秦国提供了多大的方便 如果我们倒过来想 不是三家分禁 要是三家分秦 秦能统一天下吗 但是历史就非常奇特 正当秦国苦苦挣扎 就觉得兵出韩古冠出不成的时候 秦国一分为三 这叫天助秦也 老天帮了秦国的大忙 三家分禁的受益者不是韩赵魏 三家分禁最大的受益者是秦国 这是第一 三家分禁 第二 赵国胜衰 三家分禁 秦国已经得了大便宜了 但是韩赵魏三家中间又冒出来一个赵国 特别秦大 特别是赵武灵王 赵武灵王甚至于想灭掉秦国 赵国的军事力量当时非常强大 但是赵武灵王 前明后岸 他竟然想让长子做代王 让幼子做赵王 把赵国一分为三 结果导致 一分为二 结果导致什么呢 沙丘政变 最后赵武灵王被饿死了 像这样的国君 叫前明后岸之君 这么一个赵君 他没有出现在秦国 出现在赵国 紧跟着赵孝成王中了秦的反奸计 独信任连坡 用了赵阔 导致长平之战战败 四十五万大军 被杀 最后到王国之君赵王谦 还中了反奸计 杀了李牧 赵国犯了多少错 赵武灵王 赵孝成王 赵王谦 那么多犯错 你犯一次错 秦就得一分 你犯两次错 他就得两分 你犯三次错 他就得十分 帮了秦国的大忙 再说韩国 韩国的悲剧 在什么地方 韩国的悲剧 在韩非出生了太晚 韩非怎么能到王国的时候 才出生 他要是早出生一点 韩非可比商鞅厉害得多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杰出代表 极大成者 如果韩非早出世几十年 如果韩王重用韩非 韩非让韩国强大起来了 光一个韩国就把秦国给封死了 你出不了韩国关 悲剧 我们再说韩国 历史曾经眷顾过韩国 但是韩国把机会给错失了 魏文侯是第一个重用 李奎变法 所以到战国初年 第一个强大的国家是韩国 但后来桂陵之战 马陵之战 两次战败 而且他的顶级人才 吴起 商鞅 孙斌 范居 全跑了 哪一个不是国家级的人才 哪一个不够两院院士 全走了 一个都不胜 最后胜了一个 信陵军 信陵军率领五国联军 大败秦军的时候 是哪一年 公元前247年 这一年是秦庄祥王去世 这一年是秦王嬴政继位 这个时候秦国已经非常强大了 然后信陵军率五国联军 大败秦军 如果信陵军继续活下来 那嬴政 够他 够他 这盘菜不好吃的 这个菜就像河豚一样 吃不好叫中毒的 结果信陵军最后竟然被安息王罢职 信陵军郁郁郁寡欢 沉迷于酒色之中 四年而死 他死的是秦王嬴政四年 假如他不死 他活着 那嬴政收拾天下 能那么容易吗 历史并不是没有给魏国机会 问题是给你机会你错过了 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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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不足道 但是烟国可是 第一 他充分的享受了远交进攻的所有的好处 远交进攻 他在北京 在辽宁 秦国不打他 所有的好处都享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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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干的什么 第一 弱齐弄了五年 齐国衰弱了秦国的一个主要对手 被燕国折腾回来 你不是帮了秦国的大忙吗 第二 皮赵 长平之战之后 赵国正需要休息的时候 燕国不让他休息 你不是想睡吗 我不让你睡 然后赵国撑不住了 他竟是无是生非 最后把人家都折腾死了 也盖他死了 所以燕国也犯了很多错误 楚国 我们刚刚讲过 不思变法 政治腐败 那么一个庞大的国土 最后导致亡国 最后齐国 齐国也很可惜 齐敏王滥用武力 灭宋导致五国伐齐 他被灭五年 这叫滥用武力 君王后和齐王剑不用武力 最后想当五百里地的封军被饿死在松林里边 齐国是国策错误 犯了一连串的错误 所以你算算 六国出了多少错 六国可以说六国中间没有一国不犯致命的错误 正因为六国都犯了致命的错误 所以六国最后都无可奈何花落去 人家秦国期待明君 秦国进出明君 在位三天的不犯错 在位三年的都建齐功 这六国的军 他进出的窝囊费 要么是就是滥用武力 要么就是不朽五倍 就是这六国 好像是着了魔一样 瘟疫 六国的君主得了瘟病 就是我们讲的过程觉得 非常可惜 六国 人口 国土面积 军队总量 都是秦国的若干倍 最后被人家秦国一个一个全收拾完 他们犯了很多错 但是你不要忘记 当你犯错误的时候 恰恰是给你对手最好的礼物 秦国就得意了 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两大因素造成的 一个是秦国六代国君 代代明君 代代仲裁 必然的结果 一个是六国不断的犯错 不断的衰落 一个争争日上 一个江河日下 最后的结果当然是 秦国赢了 赢得你没脾气 那么统一了天下的秦始皇 他又该怎么样经营他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呢 请大家继续关注秦王嬴政 在完成统一大业之后的种种作为 谢谢大家 公元前221年 秦王嬴政终于完成了他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使命 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的帝国 随后秦王嬴政不时时机地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 有利于统一的法令和措施 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 由此一个新的称号诞生了 那就是皇帝 皇帝制度和皇帝意识一确立 就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 那么皇帝制度是怎么确立的 它的确立给中国历史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敬请关注王立军独史记秦始皇之 集权皇帝